Hello大家好,我是Boshi,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相信每个女生都有一张自己觉得很正的照片 但是这张照片如果你是跟前男友一起拍的怎么办呢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用Photoshop去除你的前男友 OK好,现在Photoshop已经打开了这张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是我在百度上直接百度的情侣照 然后出现了泥土网的这张照片 对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个美女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Badass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把它去除的一个主人公 首先呢,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我们会知道我们这次主要会用到两个工具 一个是钢笔工具,还有一个就是纺织涂装工具 我会先从由下往上的进行后期 因为上面毕竟是树嘛 上面是树和天空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先建一个空白涂槽 所以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会容易一点 后期,然后主要是如果这张照片如果看的没有那么奇怪的话 主要还是脚的这个部分 还有身体连接这个马路牙子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有,毕竟它这有是个透视关系 如果你这样看就会是会有近大远小嘛 然后前景景深很很浅 然后这边景深很深 OK,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从脚步开始 从脚一路到上面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先CMND加G复制图层 记住永远不要在你的背景图层上做任何的修改 因为这样的话你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永远都改不回来了 然后我用的是英文版本的Photoshop 但是其实我会用中文把那些用到的那些功能 还有用到的那些那些效果都会说出来 然后OK,好,我们先把它做面一下 这张照片没有很大 所以如果你太放近的话 它会有一些细节会丢 然后我们按B,P,sorry,P P就是Pen2 在这,你如果把鼠标点到上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P 它就是Pen2的快捷键 这个,好,我们现在 先把它的角 这边是斑马线嘛 它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暂时先用它的斑马线 做出来一个选区 OK,然后右键 MakeSelection就是创造选区 然后我们大概语化半径 其实这个可以用0 OK,然后我们按S 键盘上的S 它就是纺织图章工具 快捷键的纺织图章工具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笔刷放小一点 按住Option键 就是选去它这块的区域 我们把这个不透明度 这是不透明度放到100% OK,然后我们选去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画的慢一点 尽量做多多次的选区 选取 记着要选要图它的中间的部分 因为这个边缘我们等一下会用这边两边的道路去做修补 OK,这样就把它的脚 盖掉 好 我们就大概做一个很快的一个 OK,我们按Command D 就是D-Slide 就是退出选区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不太 不太那个顺滑 OK 我们现在放小一点看 就会看到它的脚已经 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它清理它的斜 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按P-Pen2 稍微靠近一点点的地方 创造一个选区 右键 创造选区 然后还是0的语化 我们按住S S就是 克隆 就是纺织涂装工具 我们按住这边的 我们大概找个这个位置 找个这个位置 好 再补一点 补一点旁边的土地进去 我们按Command加D 如果你用的是PC的话 就是Ctrl加D 就是D-Slide 就是退出选区 我们放小一点点看 这边已经看不太出来什么了 OK 我们现在 把它的这个角 这个地方 再给它按P 再进行重复的选区 OK 我们暂时过到它的 我们先来这边 OK 我们按住S 我点 纺织涂装工具 好 CommandD 放小 我们看现在 好像看不太出来 好像 这边 这边有个阴影 应该是它脚的那个影子 然后它这边好像就有点太白 所以 我们为了让它更加的 看不出来 这张照片是Photoshop过的 所以我们先建一个图层 我们按B 是Brush 就是画笔工具 Brush to 快捷键是B 我们还是按住Option键 在这边大概选 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大概在这 我们的不透明度 可以稍微低一点 大概控制在 16 16到20都可以 我们在这就随便的 随便的刷几笔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就没有之前 那么的 那么的浅 你看 这支横之后 好 我们再放大之后 好 我们现在就呢 整合一下这两个图层 我们点击这两个图层 Layer1 Layer2 我们按Command加G 就是Group 快捷键 然后我们双击它 把它命名为 斑马线 斑马线 对 好 我们现在按Command Option Shift 加E Command Option Shift 加E 如果你用的是PC 就是Control Option Shift 加E 整合图层 整合图层 但是是在 整合现有的图层 而不是整合 把整个所有的图层 整合成一个 而是说 创建一个新的整合图层 好 我们现在呢 稍微近一点 我们把这个地方 进行一下修补 然后你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麻烦 麻烦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一个近大远小的原理 然后因为前面呢 后面 有远到近嘛 所以我们 我的想法是从 先从这边截取一块部分 然后去贴补这个地方 OK 我们现在 先试一下 我们按M键 就是 选区工具 M键 选区工具 我大概从这个地方 截一块出来 正方形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我们按 Combant加G 复制这层 V MoveTo 就是移动工具 然后我们就稍微 把它放前面一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按CombantT的话 CombantT的话 就变成了 可以经常进行扭曲 我们点击 这个 这个是斜切 中文是斜切 点它一下 我们就让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方便我们进行一下 角度的调整 OK 我们再进行一下 弯曲 好 按回车键 然后 下面呢 我们创建一个 涂层 这个是 Layer Mask 就是 蒙版 我们叫蒙版 我们暂时把这个边边 边远的地方 稍微擦一下 用黑化笔 然后不透明度 可以高一点 对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继续把这边变成道路 我们按P还是钢笔工具 我们在这 它大概是从这边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右键 创建选区 然后还是0的语化 我们还是按S S就是纺织涂装工具 选取这个区域的 我们进行填充 好 我们递 我们这是放小看 其实 其实还OK 其实看不出来的 我们再放大一下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还是用 纺织涂装 我们先整合一层 试一下 整合一个涂层 然后我们 用 纺织涂装工具 大概在这边进行一下 OK 然后我们再选取一下这边的 这样的话 这个马路 这个马路牙子就 它底部 侧面就让我们 OK 可以暂时的 清除干净 好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想把腿的这个 先把腿的这个区域去掉 我们还是按P键 就是钢笔工具 我们从这边进行一下 选区要斜的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 不需要很 走得很 那个 因为它草 草不是规则的直线 所以我们不需要 很直的线 大概就无所谓 就用钢笔工具这样 论论的点一点点 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 没有规则的三角 好 我们右键 make selection 然后我们点击是零 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是按 在这边我们还是先用 纺织涂装工具 我们选取这边的 颜色 再选一下 我们进行 稍微快速的一点 好 我们现在command D 就是去退出选区 我们把这边 这个地 这个区 暂时 稍微的先 放小 就把它变得更加看得不会 不会那么奇怪 ok 我们现在放小一点看看 好 它就是我们的马路牙子 我们现在 把这几个图层进行一下 把它放到一个组里 然后我们给它出名名的 马路牙子 我们现在再重新整合一个图层 command option shift加1 然后我们 要把男生的脚步进行一下修理 好 接下来我们 我们需要填充一下它这个草丛 首先呢 我们先建立一个选区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边 所以我们应该它是 这个选区应该是稍微斜的 选到这边 然后大概 从这边呢 这个男生已经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所以我们就根据大概的一个位置 进行一下稍微不规则的建立选区 ok 差不多到这个位置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 还是一样的 没有语化半径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选区就创立完了 然后这个呢 我们按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建立一个蒙版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按 comment加if反向的话 蒙版是会被反向 所以说 在这个图层里 只有我们刚刚选区出来的这个区域 是可以看到底下的东西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从前面截取一块 从前面截取一块 草丛 大概在这里 然后我们按comment加if sorry 点击这个图层 comment G 我们把它移动过来 放到底下这个图层 你看呢 但是当然它这个大小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的稍微小一点 按住shift键 再按小的话 它就会按照原本的形状去规则的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在 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按回车键 然后 如果你放小 你会发现 等一下 它的这个后面呢 很虚化 然后前面呢 因为是从这边截取的 所以前面还是比较实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 我们点击这个图层 我们把它进行一下 叫filter filter里面有一个blur 就是模糊 用模糊工具 我们用镜头模糊 lens blur 点击一下 我们给它进行大概一个 不要太多 可能三就够了 三好像有点多 大概 二吧 好 点击OK 我们进行一下 进行一下模糊 然后 我们复制一层 我们整合一个图层 跑慢 option shift 加一 我们还是按 扣龙工具 我们先选去这边 我们把这个边缘 稍微进行一下 进行一下克隆 我们把这修饰一下 它这个太直的这个边缘 好 OK 好 我们现在放小一下看看 基本上看不太 看不太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把它扎男的身体部分去掉 我们按 还是按钢笔工具 pin 我们大致地从这 进行一下选区 我想先把它的下半身这个部分 暂时先去掉 所以 我们回到它的手部这个地方 这张照片的像素没有很高 所以它 它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都已经 看得不太清 大概在这个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每次用钢笔工具 进行了这样的弧度的这些选取的 那个画线的话 你如果再讲进行下一个的话 你如果不按 不按住option键 点一下这个点的话 它就会变形 所以 你要用option键 取消它上一个上一个点的那个 然后你再按这个键 再重新进行一下选区 OK 我们在给美女选区的时候 进行钢笔工具进行选取的时候 如果为了想把这个渣男的手臂彻底的去掉 所以我们稍微在衣服的里面一点进行选取 OK 好 我们现在 右键 make selection 然后我们这次 雨花半径用个1 然后我们下面还是用 按S 就是克隆工具 这次呢 因为你看到 现在这是圆效果嘛 圆图里面 这后面有个树 这个地方是个树 这个地方有个树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棵树拿过来用 所以我们按S 克隆工具 我们就克隆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的位置 差不多在这里 进行一下 克隆 好 我们补一些天空进去 我们从这边 补一些天空的细节 大概在这儿 大概在这儿各位 哦 sorry 哦 哦 我们小心一点 我们不要把这个树弄开 然后我们 补一些天空的细节 我们放小一点 好 好 我们按Command D 退出选区之后 我们 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想把这个地方稍微进行一下修补 因为你看他这个地方树有点稍微很假嘛 我们还是按用那个防止涂装工具 大概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下 选去把这个树的地方补回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手 哦 拜拜 我们把他的手去掉 这棵树长得有点奇怪 我们一会看一下能不能 进行一下调整 大概 然后 暂时把他的身子完全的去掉 放小一点看 现在呢 我们调回来 还是用P 钢笔工具 我们 把美女的手 我们稍微 所以Photoshop呢 主要还是几个基本工具的一个结合 其实我在这个视频里 主要还是用钢笔 还有纺织涂装工具 大概这样稍微有点弧度的 如果有弧度之后 你要按住out键 然后去把 点一下这个点 美女的手臂 好 稍微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好 我们现在 就可以直接把渣男圈起来了 好 右键 创立选区 雨花半径 我们还是用1 然后我们先用天空呢 把这个手下方这个地方 先给他 补全 还是用S S就是 客龙工具的快捷键 然后我们把他的手的这个地方 补全 你画一块区域 要重新再吸一次 圆的那个背景图 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我们呢 从竖的这边 再截取一次 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点点 这个位置 就补回来了一点树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 然后呢 他的头 我们用上方的这个 这边的树叶 拜拜 OK 好 我们这样非常进行了 非常一个比较快速调整 我们按 Command D 推出选区 所以我们再用 吸取一些这个附近的 我们把这些边缘的部分 再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积进一下调整 好 我们现在放小一点看 它被去掉了 然后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它像素低嘛 所以它的 它稍微会有一点点 糊掉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看 能不能再取一点上方的 上方的树叶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进行一下 再进行一次 一个大致的 不要很多 就大概 大概的方 大概位置 这样 就点那么一两下 好 现在我们就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地方 稍微再补一点点 小心不要画到美女的手 OK OK 这样我们的 这张照片 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但是 我们再把它整合一下 Command G 就是Groove 我们 把它重新改名为 渣男拜拜 这就是我们 和他和渣男说Goodbye 的那些图层 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发现 就是这个盲道 虽然说 在中国这盲道 不一定有用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 美观 要给它处理回来 稍微带过一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再 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吸取一点 这边的 放销 我们就 大概不要特别多 OK 我们就大概 大致的带过一点点 好 好这样的话 我们这张图像机 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把整 所有的图层 进行下整合 Command G 然后我再用一个layer 因为我发现 美女的手臂上 因为我们刚刚 用纺织图伤工具 所以我们美女的手臂 可能有点失真 就边缘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黑色的画笔 在整个 用过纺织图伤工具的 那些layer上面 B是brush 我们用画笔工具 用黑画笔 百分之百的不透明度 我们在这边进行一下 一个大概 就简单的 不要擦到这边 如果你擦到这边 擦到这个边的话 就刚刚的那个渣男就回来了 我们在这个手的这个地方 稍微进行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 泥土宝 留着吧 然后还有一个 可以去除 如果你有一个工具 非常好用 在这个 在这个上面 我们点击这个图层 比如说 按M M就是选 正方形的选区工具 你如果点击 你不想要这个地方 你就按右键 然后填充 不好意思 点错 右键 填充 然后你点 这个自动识别 它就会自动为你识别 这个附近周围的那些 那些那些 元素 然后会自动为你填充 但是这个工具不适合在非常背景非常复杂的 它只适合在背景非常简单的简单的地方用 就像像比如像这种 你还可以做的稍微 再好一点 用几次 这样子 我有点化蛇添足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用 仿制图章工具 把这个边缘再稍微进行一下 打盖的修补 OK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照片就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前后对比 现在是 after 我们看看 之前 登登登登 回锁难 然后 登登登登 没有了 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题 就是如何把你的前男友从一张照片中去除 然后我们用到了钢笔工具 主要两个工具就是钢笔工具 还有一个仿制图章工具 然后 我们也用到了从一些其他的地方 就是其他的相似的背景的图层里去 copy一个图层 就是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去粘贴 然后再进行一些边缘的修整 然后这就是 Photoshop一些基本应用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见 有了这个方法呢 现任男友就不会吃醋 然后你又可以有了一张自己新的 Fail Picture